少将军去迎战石火王 会去哪儿呢 窄门 你不是在地牢吗 为何在这儿 少将军别误会 我 咱们之前在地牢里见过 曹彦斌 我不是想他跑 我管你是谁 警告你 不要乱来 否则 要你的命 少将军咱们有话好好说 不说别的 就说那石火王 我出手帮你解决石火王 你帮我点路 怎么样 我现在去找石火王 林峰街一样没事 我若同意帮你 跟同一帮石火王 有什么区别 那区别可大得去了 首先 我为人就比石火王好一百倍 我不会拿林峰街威胁你 我会好好跟你谈 你有顾虑我解决 你有条件我满足 实在不行我就求你 求你到愿意为止 而且我听说你们会喝那个 叫吃玉的东西 这就说明这自身的食欲 不够自信呀 而我就不一样 我出场设置就厉害 绝对比你有胜算 我跟你说这些事在帮你 我呸 连我的锁神链都躲不够 还说要帮我 你先掂量掂量自己几千几了吧 来 怎么还不开呀 不是吧 不是吧 这个曹远冰 把门锁都弄坏了没 跟咱俩说一声 自己就跑了也太过分了吧 曹远冰大概率 应该去找严若芙了 真没想到 严若芙居然会是那个领路人 你说的严若芙 就是那个邵将军 嗯 咱们两个在这儿也没什么事 帮忙去吧 好 走 你们在干吗 想逃 三个人少了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呢 已经逃了